有人擁護胡德平造反,翻出武裝政變消息 受不了中國人炒房,西班牙取消黃金簽證 中國職場人厭倦疲勞工作,身穿醜服裝上班 我不放棄人海攻勢,英國統計軍隊每天損失 北美日傳食,百萬天文愛好者遊客戶外觀看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張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8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共政局混亂消息不斷傳出 近日,在中共國防大學前政委上將劉亞洲被判刑之後 中南海再次傳出疑似政變傳聞 去年中共政府通報消息 疑似涉及黨內有高官、高舉紅二代胡德平成為總書記 甚至涉及策劃武裝政變暴動 對於這個消息,有專家做出了自己的解讀 據悉,獨立時評人蔡慎坤4月初 在X平台發文談論到 十八大權力交接之前 中共黨魁習近平罕見隱身 主要是尋求所有紅二代的支持 習近平與胡德平單獨見面時 作為胡耀邦長子 胡德平提出了很多政治改革方面的建議 但是習近平說,大哥高體我了 我就是手手攤子,做不到這些大事 自此之後 胡家和習家幾十年的互動關係就中斷了 胡耀邦家族和習仲勳家族 早年關係十分密切 胡德平也和習近平在早年有交情 但是近年以來,習近平上台實施專制政策 所有紅二代的影響全部遭到削減 甚至遭到習近平解決 比如批評習近平的紅二代地產商任志強 被判十八年重刑 紅二代太子黨領導人物劉亞洲被判處無期徒刑 劉少奇之子劉源遭到邊緣化 不過,針對這個消息,有學者持有不同意見 新居美國的紅二代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女美政治學者黃君濤4月7日表示 習近平和胡耀邦家庭的表面關係並沒有破裂 兩家關係不錯 因為習近平上台前隱身半個月就住在胡家 而且到現在,兩家關係也不錯 黃君濤說,幾個月之前 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一個小兄弟到海外來 特別要和他和魏京生見面 交談時,曾經提到習近平和胡德平 他說,胡德平和習不合,但不會成為敵人 說不投機半句多,但亦犯不想說他什麼 在2016年,胡家兄弟主持的改革派雜誌 嚴皇春秋遭到習近平當局搶奪 黃君濤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 胡德平現在不說話了 你看嚴皇春秋被整 最後胡德華在裡面有一個維權作用 只是會要幫第三個兒子胡德華走了 胡德平會選擇識事靈人不和習近平對著幹 當習近平說還要做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時候 胡德平心裡肯定不贊成,但他也不想說什麼 雪尼科技大學副教授馮崇義4月7日表示 紅二代的改革派以胡德平、胡德華為標竿 但他們是少數派,任志強也在其中 在國內,改革派對習近平並沒有放棄 馮崇義爆料說,習上台後兩年 胡家兄弟還叫人到海外黎帶話給他 他帶的話就是,你們在外面有發言的機會 你無論怎樣撈都可以 就將他撈回到改革的路線上 我們在國內是哄著他改革 而在2023年8月15日,中共國安部發佈舊案 其中疑似牽扯胡德平捲入武裝反襲大案 案件中說,2016年雲南某個學校的退休幹部宿某 2016年主動聯繫境外敵對組織骨幹成員 策劃從境外購買武器在境內招募所謂的敢死隊 通過暴力行動推翻國家政權 其人被查明為中共雲南省委黨校退休港師紫叔 在公開信中,紫叔呼籲習近平下台 推舉胡耀邦支持胡德平為新的總書記 外界認為,不能確認搞武裝暴動就是擁護 但這樣會影響習近平和胡德平的關係 馮崇義認為,策劃暴動者想以改革派胡德平為其次 但並非與他有關係 而胡德平也不是要揭竿起義,放手一搏這類人 而黃軍濤指出,他認為現在紅二代沒有參與政變的可能性 因為他們的身邊都是特務,沒有造反的空間 他指出,現在地方的紅二代根本就不敢說話 只有軍中紅二代還敢說話,但還是退下來沒有官職的人在說 馮崇義猜測,未來如果發生兵變 有可能是從民變到兵變再到政變 因為一旦民間抗議風潮很大,習派部隊去鎮壓,鎮壓不下去 那部隊可能在前線倒戈 但變局如果發生,需要看在天之數 他指出,習很怕內部政變 而今為止,習近平仍然沒有接班人 就是怕會形成新的勢力來挑戰他 同時習亦在提防顏色革命 擔心中國發生民變 4月8日,西班牙政府宣布將取消最受中國人熱衷的黃金簽證 以防止該國的房地產收到過多的類似投資 此前,黃金簽證為投資西班牙房地產的外國公民 給予居留權 允許他們在西班牙生活和工作三年 其中,中國人是申請最多的群體 西班牙首相桑茲斯在聲明中說 如今,每100個這種簽證中有94個和房地產投資有關 外國人在巴塞羅那、雅倫西亞、馬德里等旅遊中心購買房產 這樣令很多在那裡生活、工作和納稅的人幾乎找不到住房 因此取消這個計劃,將會幫助西班牙恢復 擁有房產是一種權利,而不是一種投機行為 近年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徹底跨倒 很多中國富人轉為試圖在海外炒房 如今這種做法遭到西班牙當局阻攔 據悉,從2013年黃金簽證計劃啟動以來 直至2023年,西班牙發放了近5000個黃金簽證 其中,中國公民申請了2700個,俄國公民申請了1100多個 總投資金額超過34億歐元 在政府的推動下,這個計劃將被叫停 桑設施解釋說,這不是西班牙需要的國家模式 而是一種住房投機性投資的方法 這樣會導致我們陷入災難,甚至更嚴重的後果 最重要的是導致不平等加劇,取消法案的流程 將在9日的內閣會議上啟動 並且需要通過國會批准來修改法律 近期,中國社群媒體平台出現新的流行趨勢 很多中國年輕職場人選擇穿著極其操縮的服裝上班 而不是新穿工作服 他們說,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身水不足以令他們看起來很美 在網傳視頻中顯示 很多年輕人穿著羊毛衣、拖鞋到職場辦公室 這可能是對中國職場文化的一種無聲的抗議 還有一些人分享自己穿著最噁心的服裝去辦公室的影片 不少類似的內容充斥著抖音和小紅書 其中的一個影片顯示五個女員工因著裝操作而受到老闆的批評 其中有人穿著棉衣、戴著口罩、頭髮凌亂、毫無形象可言 還有人穿著勒搭長襪、聲稱熱的時候可以將襪捲起來降溫 天冷的時候可以將襪拉起來 也有人說這些服裝的狀態和睡衣比起來沒什麼區別 顯得太過隨便 影片中有疑似同事的人說 這樣的穿著太噁心了 發佈這樣的視頻的博主便稱 穿著高級服裝上班會令工作毀掉你最喜歡的衣服 而強制996的氛圍 令他們因為疲勞放棄修飾外表 還有抖音博主說,由於工資太低、工作太差 他決定只穿破舊的衣服上班,表示無聲的抗議 在今年2月份,中國稱12月份青年失業率為14.9% 即使對於有工作的人來說 惡劣的工作環境也導致他們想要躺平 同時,疫情持續蔓延 也比中國年輕人造成更多傷害 北京市民李先生,此前接受採訪表示 撤死的人其實很多 而且有很多30多歲的年輕人,突然就倒地了 他舉例說,自己單位就有一個年輕人 平時很健康、很活躍 特別積極參加戶外活動 平時身體沒什麼問題 去年11月底,在工作期間突然撤死了 很多職場人抗議說,工作崗位的待遇降低 令他們難以維生 因此不得不使用躺平 以及各種抗議措施發洩不滿 4月8日消息 英國情報機構說,自2022年以來 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的每日損失不斷增加 英國國防部在情報廢報中表示 俄國每日在烏克蘭前線損失近千名士兵 但是這樣不能阻止俄國對烏克蘭發動大規模攻擊 當局陷入對消耗戰的依賴 可能會損害其經濟和勞動市場 國防部指出,到了今年第一季度 俄軍平均每日在前線傷亡913人 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而在3月份,俄軍的每日損失數目有所下降 那是因為俄方在當月的進攻行動的減少 那可能反映,軍隊在佔領阿夫-迪夫卡之後 經歷了一段時間休息和整頓 同時俄羅斯選舉期間 克里姆林宮也想控制死亡通知的出現 在今年1月份,一名烏克蘭指揮官說給CNN 俄羅斯正在透過不間斷的人海攻擊來發動攻擊 如果我們一天內用無人機殺死其中40到70個士兵 第二天他們就會恢復兵力並繼續攻擊 對軍隊的迫切需求 意味著俄國必須利用囚犯為其戰爭提供動力 在俄國境內,政府不得不關閉一些監獄 以優化和節省資金 但也在同時,戰爭正在導致俄國勞動力短缺 12月份,俄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表示 俄羅斯經濟中短缺約500萬名工人 在3月3日,英國國防部發布一份情報報告表示 在今位置,俄軍在烏克蘭戰爭中 很可能已經造成超過35萬5千名俄方人員傷亡 4月8日,日傳食天文警官席捲北美 導致墨西哥、美國和加拿大的部分地區 在中午陷入黑暗 而在當日下午4時40,天文警官離開了美國進入加拿大 隨即離開北美大陸 數百萬遊客聚集在日傳食路徑上觀看這個天文現象 在當日,不少日傳食路徑地區中天氣多雲 在日傳食發生時,天空黑暗如夜晚 德州達拉斯動物園的工作人員表示 一些動物改變了行為 火烈鳥聚集在池塘中央 企鵝也聚集在一起 長頸鹿也是如此 有鱷魚陷入沉睡 還有寧場類動物 以為夜晚到來 試圖回到展覽廳的內部休息籠 在佛雷德里克斯堡 氣溫在短短幾分鐘內 就從滿熱潮濕變為午夜寒冷 但當日食消失之後 一切恢復正常 不過,對於數百萬前網觀測的遊客來說 日食的天文景象十分罕見 原因是 下一次日傳食要等待20年 在德州 當月亮遮著太陽時 人們爆發了歡呼 而在佛蒙特州 一對夫婦宣布 在這個場面中舉行定婚儀式 在美國白宮 很多工作人員、記者和特勤局成員 都借助日食眼鏡觀看了這個景象 紐約西爾曼海灘的遊客 在本次觀察中,紐約市如預期中一樣 未出現在日傳食的發生路徑上 而是發生了日偏食 但這樣並沒有阻止紐約人停下來觀看 在馬克頓中城哈德遜庭院頂部的觀景台 有數百人聚集在一百層樓高的地方觀看日偏食 據悉,本次日食被沿途地區帶來了超過10億的旅遊收益 也在同時,專家警告 關於直接觀看日食可能造成的傷害 美國驗光協會主席本立說 如果日食眼鏡破損或未及時佩戴 可能會造成中央視力喪失、識覺改變或視力扭曲 如果這種情況出現,人們需要進行專業的驗光檢查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